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力矩里面 一个算是中高难度的问题 那当然这个所谓的中高难度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它是一个空间中的图 那很多人其实没有办法怎么样 没有办法去体会这空间中的概念 那基本上第二个难就难在于 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力矩 叫tau等于ina cross b 好你必须要知道说 这个a是指圈面的发向量 而且我们算出来这个力矩呢 是根据转动平面的这个方向来决定的 好来所以我们先看一次这个题目 它说有一个正方形线圈 边长是a质量是m 那用线悬挂 那放在一个b的均匀磁场中 那方向呢如图所示 那今天把这个线圈呢通以i的电流 假设线圈受力以后不变形 那平衡的时候 线圈它的面跟牵纸面 它的夹角到底是多少呢 好这个题目看得懂吗 好这个好像看不太懂的样子 好这个题目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假设这里有一个怎么样 这里有一个线圈 我现在把它吊着 可是因为你现在通电 好通电以后怎么样 通电以后这里有磁场 那我们等一下会论证一件事 这个圈面它会怎么样 它会这样转 它会这样转上来 磁力会让它这样转 重力会让它转回去 所以最后呢 磁力所造成的力矩 跟重力所造成的力矩 两个力矩平衡的时候 它就维持在一个平衡状态 那现在就问你说 那圈面 这圈面跟牵纸面的夹角 到底是多少呢 好你说老师 你怎么能确定说 这个圈面受到磁力会转出来呢 好它会这样转出来呢 来各位 那很简单 因为呢我们要怎么样 要先决定它的法向量 到底向哪里 那法向量呢 我们前面有讲过 好那如果呢 你还没有很熟悉的话 那我希望你回去呢 看一下我们前面 这力矩的推导 法向量怎么决定 各位根据电流来决定 电流是不是这样转 所以法向量现在怎么样 法向量现在穿出 好那我们刚刚讲 你要判断它转动方向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你不用再去比它的受力了 不用 你直接法向量是不是穿出 磁场是不是往上 来各位 再掏出我们大型的道具 来现在呢 法向量是怎么样 法向量是不是穿出 磁场是不是往上 所以它会这样转过来 各位它会这样转 好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各位 现在因为法向量怎么样 法向量是不是穿出 好磁场是怎么样 磁场是往上 所以它会从 穿出这个方向 转到上面去 也就是它会这样转 那这样转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 你的圈面会这样转 各位你从法向量转向磁场 法向量转向磁场 所以它就会怎么样 它就会这样转 它就会这样转 好那一旦这样转以后 我们刚刚讲 这个线圈本身的重力 它说质量是m 让它转回去 那最后它会维持一个平衡的状态 可是问题现在也够麻烦 如果圈面原来是这样 好它现在转起来 它这样不好看 所以怎么办 我们在分析力图的时候 我们决定一件事 从侧面看过来 也就是要把它转过来 所以转过来以后 你会看到什么样呢 各位你会看到一条线 就是红色这条线 现在圈面看到这条线 来我再讲一次 基本上呢 很神经的一件事 这种题目难就难在 它是一个立体的图 它是一个立体的图 圈面原来是这样嘛 对不对 那我们看来 它不是这样转起来吗 好转起来 这样子看不好看啊 所以我把这个图怎么样 把它转90度 也就是说我现在这样子看过来 好这样看过来 你会看到怎么样 看到一条线 也就是这一条线 你现在看到就这条线 好 法相呢 一样往这里啊 磁场一样往上啊 那我们刚讲 它是不是从A转向B 各位 它会从A转向B 它会从法相那样 转到怎么样 转到磁场的方向 好 现在呢 这个重力是往怎么样 重力是往下 那重力会想办法 让它怎么样 这样转回去 所以呢 其实这一题 不用再用ILB 不用再去比它的受力了 因为我们刚刚 已经把立举的公式 已经推倒出来了 它现在是不是从A转向B A转向B 好 我们可以这样说 用怎么样 用以前的 这个小时候的做法 就是现在磁力 会让它顺时针转 但是重力对这个指点来讲 会让它逆时针转 所以显然 所以显然磁力 顺时针方向力矩 要等于这个重力呢 逆时针方向力矩 也就是最后平衡的时候 一定是磁力造成的力矩 跟重力造成的力矩 两边怎么样 两边平衡 各位您能提会吗 磁力造成的力矩 跟重力造成的力矩 两边平衡 那就它们的平衡状态 好 那基本上 磁力造成的力矩 基本上我们不用再回头 再算一次 利弊乘上利 或利乘上利弊 因为我们刚刚是不是已经用 利弊乘上利 利上利弊 已经推出力矩的公式 叫做 TAU等于INA cross B 是不是叫 TAU等于INA cross B 好 那当然这里有个小小的伏笔 那我们在后面的范例呢 会再讲一次所谓的利偶矩 好 那但是先 我们不要让细节呢 先绊住我们的脚步 我们直接利用怎么样 利用前面讲到的 好 力矩叫 TAU等于INA cross B 但是有个地方要注意 我们所谓的 TAU等于INA cross B TAU等于INA cross B Sin Theta 那个Theta是指什么 是指向量之间的夹角 再讲一次 不是圈面跟磁场 不是圈面跟千人线 不是圈面跟水面线 是向量之间的夹角 也就是法向量跟磁场的夹角 可是这个题目 它要问什么呢 各位 有时候这就要协调一下 题目问的是 线圈跟千人线的角度 也就是说 现在题目问的是 这个圈面跟千人线的角度 叫Theta 各位 如果这个角度是Theta 这个角度是Theta 这个角度Theta的话 这个角度是Theta 这个角度变成90度减Theta 所以我们等一下 如果要带立举公式的时候 你的公式叫TAU等于INA cross B AB Sin Theta 没有问题 可是那个Sin是法向量跟磁场的夹角 可是现在天不从人院 人家问的是 圈面跟千人线的夹角 所以导致 现在法向量跟磁场的夹角 其实是90度减到Theta 考试的时候要注意 你会背公式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公式里面 每一个符号的意义 你到底懂还是不懂 现在我们这个所谓TAU等于A cross B NA cross B AB Sin Theta的Theta 是指法向量跟磁场的夹角 你要根据这个题目 你自己假设的这个Theta 找出说现在A跟B夹角其实是90度减Theta 好 那如果这个万事具备 现在只需要把重力造成立举 跟磁力造成立举 两次相等 我们列出一个方程式来 好 所以我们这样写 这个磁力造成立举 跟重力造成立举是一样的 好 磁力造成立举呢 叫TAU等于I N N没写就是一扎 没写就是一扎 AB Sin Theta 好我们刚讲这个Theta要选法向量跟磁场的夹角 这个90减Theta 所以磁力造成立举很简单 就是TAU等于I N 好一扎 AB Sin Theta 好 Theta是90度减Theta 利用我们前面推荐的结果 那接下来重力造成立举多少呢 好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写快一点点 那叫RF Sin Theta R cross F RF Sin Theta 那我们可以按照什么 按照这个以前国中的做法 老师简单叫力乘上力弊 好 力叫MG MG 好利弊呢 各位 那基本上 这个支点如果定在这里的话 好 支点定在这里 老师那支点为什么定在这里 其实都可以 都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合力局等于零 那基本上你选哪一个点当支点都没有关系 那我们选这个点 那现在支点到重力的最短距离是不是这一段 各位支点到利益的最短距离是不是这一段 支点到利益的最短距离这一段 这一段多少呢 因为现在呢 这是一个正方形线圈 它的边长是A 那一半是二分之A 所以现在c的对面这一段 各位这个是A 一半是二分之A 好 c的对面这是二分之A乘以sinec了 所以呢 重力 它的利弊是二分之A乘上sinec了 利乘上利弊 好看懂吗 那其实如果怎么样 如果等到大学生呢 在算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我们就直接写R F sinec了 各位这里不是R吗 R嘛 F啊 R F sinec了 那现在的R 跟F它的夹夹就是这个 所以呢 如果怎么样 如果大学的算法就写 二分之A Mg sinec了 R F sinec了 好 那我刚讲这个sine跟R乘在一起叫利弊 所以我们叫国中的算法叫利乘上利弊 好 各位看懂吗 好 这里呢 一堆符号 但是背后都有很深远的物理意义 磁力造成利局 跟重力造成利局 两个利局怎么样 两个利局相等 两个利局相等 好 相等以后呢 我们要整理一下下 因为这个题目要算的是角度 就是所谓的这个角度 tangentc了 好 那这个sine90度减掉c了 会变cosc了 对不对 所以前面这里变IABcosc了 好 右边这里变二分之一MgA乘上sinec了 那cosc了分之sinec了 就叫做tangentc了 所以把它移动一下 好 这cos移到右边去 好 这个2移上来 MgA除下来 所以2IAB除以MgA 好 这就是所谓的tangentc了 那当然了 好 答案最后不能这样写 这个写到最部 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 确定题目里面每个符号 这个答案里面每个符号 是不是题目都已经给你了 那基本上呢 Mg M有给 边长也有给 对不对 好 电流I呢 也有给 可是问题是 它没有给面积啊 各位 你这样写的话 面积怎么办 面积其实很简单 因为 这是一个怎么样 这是一个正方形线圈嘛 边长是A啊 所以面积的话就直接写多少 面积就直接写A平方啊 所以一个A跟底下怎么样 底下消掉 好 整理一下 那就会变成是Mg2IAB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呢 这个夹角的tangent值 到底是多少 好 后面这里其实只是数学运算的动作 那今天物理老师的责任 不是在后面试着运算的过程 那物理老师的责任就告诉你说 哎 这力矩 磁力造成力矩 叫tau等于I N A xB AV 而且θ要选的是法向量跟磁场之间的夹角 好 不是圈面跟怎么样 跟圈面跟水平线 圈面跟怎么样 跟这个倾线 不是 我们要选的是什么 选的是法向量跟磁场之间的夹角 那这里的话 重力的话 我刚讲过 RF赛希拉 或是利用国中的写法 就历程上利弊 那我们都可以把它解出来 好 这个题目呢 仔细体会一下 当然它难的 其中一个原因是 因为它是一个空间中的图 是一个空间中的图 我们刚讲 原来的图是这样 这样 对不对 好 全面是这样 可是因为怎么样 因为磁力让它这样转 而重力让它这样转 所以最后平衡的时候 就维持在这个状态 好 这个状态呢 你把它怎么样 你把它转90度 也就是我们现在在书上画了这个图 我们从怎么样 这个圈面 我们从侧面这样看过来 所以看到有限 所以呢 这个怎么样 这个空间中的部分 你有没有办法去体会 那再来就是 你怎么样去算这个磁力造成利举 例如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公式 好 再来就是重力所造成利举 我们就可以算出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 我希望你仔细用心去体会一下 因为如果学校断考考这种题目 一考下去 我想对的人其实都非常的少 因为怎么样 因为你很多前面的概念 其实都没有掌握住 所以一看到这种题目 对不对 加上它要是比较立体的这个图 哇 马上就挂 好 所以这个题目算是一个中高难度的问题 那学校断考呢 就很喜欢考这种问题 所以等一下在讲译上 你自己画一下力图 那自己列一下这个方程式 仔细的用心的去体会 背后所蕴含的这个物理的概念 好 不懂的部分 再随时回来看影片的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